豆芽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 不论是火锅还是麻辣烫 几乎都少不了它 关键它的价格还非常的便宜 一般也就一斤两块钱的样子 但是如果萱萱跟你说 在日本一斤豆芽能卖到几十元 你心吗 有人不解 虽然说日本四面环海 土地平均 花果蔬菜稀缺 但是也不至于连豆芽都卖到那么贵吧 其实这与日本发豆芽的方法有关 那么日本农民是如何发豆芽的呢 首先发豆芽所选用的豆子 必须是日本本地品种的绿豆 而且在培植的时候 它对环境的湿度温度以及操作手法 都有极其严格的要求 然后豆子需要放在一个特制的凹槽里 然后盖上一层无污染且营养丰富的复稀土 然后还需要给它搭建一个木板架 并铺上网和草席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 在保持温度和湿度的同时 还能让豆芽充分的汲取到土壤里的各种营养 最后豆芽长成后我们发现 这种日本豆芽 个头比我们国内催熟的豆芽要长得多 而且营养更为丰富 其实发豆芽很多人都会 但是要不是亲眼见到 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这种方法 不少网友看完后表示 人家卖的贵是有道理的 好了本期的一转科技到